REIN TV 我覺得那家可能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它這邊都是大型區 那這地方要怎麼去呢? 那我今天帶大家走大宗的交通應酬方式區 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搭火車到了台中的豐原車站 那到了之後要怎麼過去呢? 我在Google地圖上看到的資訊 有兩部車 一個是60號公車 然後另外一部就是2號公車 兩個都可以搭配 那我們就接下來準備看一下 看哪一部先到 我們就先走哪一部過去吧 可是上次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公車畫面 旁邊寫著公車上跟客廳站 我們記得我們車上跟客廳往右走 我們去往右邊走吧 我車站出來之後呢 這邊有一片正在施工坑的 那好像是 不知道是新的客廳站還是怎麼樣 那可是我剛剛看這個地圖呢 要做公車的話呢 其實是應該往左走比較快的 所以我們一樣在走回車站這邊來 好 後來我們往左邊去走 這邊我們正在施工坑的 不過它這個車好像是說外帶的 大家看一下 正在施工坑這家應該是只做外帶的贏的 沒錯 然後呢 這邊還有全家的超商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往這邊走到這個 中正路 左上中正路去做公車 那如果不清楚的話呢 那如果不清楚的話呢 我們來找來看一下 那我們目前呢 是在這裡 公園的車站 他們現在走到這個 中正路往下走 這邊車站呢 有出一個造型 就是看到這個造型之後呢 往下走 那這就往前走 再往前走 我就可以看到這條路是中正路 然後 KK的火車看得出來 這邊有一家 滾撲大飯店 然後出來之後呢 往計程車這邊 然後順著這個路 往左走 然後順著中正路這邊 一直往左走 大約 霧行三分鐘左右 然後呢 這邊有一家 看那上面是有那個警 所以大家不看到這樣子 這也是個警察 應該是以前的警察警察 所以改進去那一大飛機 然後呢 在這個選角處就看到一家 外洋人在這裡 在霧行 是 好 希望不錯 這一條呢 是中間路 那走過來 我剛剛從這邊走過來 大約呢 步行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看到 轉一角 有一家 摩斯 那 除了這個摩斯 還有這邊很義美 這邊 然後在對面的 這兩家的中間呢 有一個站牌 那我們就過去那邊 等公車吧 那我們今天要搭呢 就是這一台 對我選三號的公車 但另外一台 我推到 台灣一台是 十二號的公車 OK 我們現在先到的是 十二號公車 我們到十二號公車 我們現在到了這一站下車了 那這一站呢 是叫做 檀雅省力圓道 成德路這一站 然後 接下來很近 我們要去的那家店呢 就在對面而已 在對面這邊 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這叫做 獵犬不打獵 然後呢 可是人好像是還蠻多的 呃 我在想說 你現在之後呢 就走到前面 有一個紅綠燈 就是 往前走 或者是那邊 有一個天橋 我不知道看到有人走 然後就直接過去這邊 那如果說 要踩對的話呢 因為我 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有看了一下手機啦 好像是最近的人 比較多 所以他有 改變了他的那個 路場方式了 那我記得一開始 他是一百元 然後 我現在 沒有什麼太太天市 然後一百塊可以折體 裡面消費 那現在因為人潮 沒有太多了 還有他的花費比較高 所以呢 我記得 我剛剛看到的是 他改成 入園費呢 是一百五十塊 然後是不能抵消費的 不過呢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我覺得 本身就應該 蓋花錢是正常的 那只是 我不喜歡排隊 如果他今天要排隊 要等很久的話呢 我可能就下次再找一個 比較人本的資源 再過來拍給大家看 OK 我們走到了 這個天橋跟十字路口這邊了 那這個天橋呢 嗯 會走比較遠 你看過去那邊就跨過去 會比較 不是那麼適合 所以我建議大家 直接走這個斑馬線過去就可以了 走過來之後呢 到旁邊的鐵馬出租 這裡有大大的鐵馬出租店 然後繼續往前走 那可以看到還蠻多人 所以呢 我假的沒有錯的話 今天可能無緣喔 那今天我繼續問一下 看他要等多久 我們會一下 看她的路由 嘗試看 一切 點兒 一切 很独的 一切 點兒 再次 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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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I can feel her arms holding me as forever Time change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will change in time Love changes every heart and any heart can change you I see you in my mother's eyes and I lay your head to my shoulder A lock of gold, a secret And there is a sign that I can see And then the company's name is that today is the name of the house So it's not really good But you clearly see it's very cute 不過它座位區有點偏少一些 我覺得這個價位很像合理 150塊不含這些費用的話 其實入場費是蠻合理的 因為我上次去泰國的那間哈斯奇活的咖啡廳 它的入場費是350 但是它可以折底一杯一定要 所以交換下來大概是200多塊左右 那以上觀眾來講的話 大家這邊帶我去就像是很適合理 不過我們漫可姐今天沒辦法進去 那下次有機會再拍給大家看喔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